从现在开始 你被解雇了 带着你的弟弟滚吧 十三少 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知道错了 我马上跟着蠢货断绝关系 十三少 您好 你认识我吗 十三少 您是我们董事长 我当然认得您 董事长 我什么时候成你们董事长了 这家商场之前属于星空集团的 今天刚刚并入龙腾集团 所以现在您就是这里的大老板 我们监控发现您进入商场 于是让我赶紧过来迎接了 十三哥哥 您什么时候把星空集团的商场 都给吞并了 这我也不知道啊 都是下边的人干的 想不到苏琪的办事效率这么高 昨天刚说的要吞并星空集团 今天就直接搞定了 十三哥哥真是深不可测 像这样的大神豪 我一定要牢牢抓住才行 行啊 我们自己逛就行 你不需要一直跟着我们忙去吧 好的老板 欢迎光临 帅哥来买衣服啊 来来来 里面请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随便试 十三哥哥 您看这件衣服怎么样 这无与伦比的贵气 给你真是太合适了 美女 宁可真有眼光 这件衣服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 请了国内五位大师设计的 虽然价格有点贵 但是绝对是值得的 那我就试试吧 我尼玛 这特么也太帅了吧 要是这帅哥去混娱乐圈 估计就没有王某博 蔡某坤这些渣渣什么事了 哎呦 十三哥哥这身衣服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太帅了 哈哈哈哈 那就买它吧 好的帅哥 我这就去为您打印单子 十三还真是你小子 高主任好久不见啊 哼 在我小的时候 这老小子就仗着自己是个主任 没少为难我们家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看起来还是那么恶心的嘴脸 十三 你也是来这里买衣服的吗 是的 随便买两件 你身上那件衣服不错 脱下来给我吧 我要了 啊 这位老板 我们店里还有其他好看的衣服 要不您再看看别的 哼 老子就要他身上那件 让他脱了 什么当次 也敢跟老子逛同一家店 帅哥 您看这衣服您还要吗 要的话就赶紧付钱 不然那位先生要找事了 啊 付钱 付什么钱 这家商场都是我的 我给谁付钱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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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我说你小子现在怎么回事 以前穷就穷脸吧 起码不会撒谎吹牛 现在长大了 黄话张口就来 果然这穷人家的孩子素质就是不行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穷人家的孩子都比较粗鲁 还希望您多多担待 你你竟然敢打我 小兔崽子 你竟然敢打我们主任 我看你是皮痒了 我都说了 我们穷人家的孩子素质都不是很高 比较粗鲁 希望你们多多担待 担待些 算你小子有种 有本事别走 这家商场的总经理是我清科 今天我就让他好好收拾你 十三少在哪里 十三少在那边的服装店挑衣服呢 好的赶紧过去 顺哥 你怎么来了 我正想打电话给你呢 你怎么也在这里 我这不是想来看看你吗 我现在有重要的人要见 没空搭理你 你便凉快去先 十三少您好 数下来十了 还请您赎罪 商场总经理居然对这个年轻人称属下 难道他真的是这家商场的老板 谁能告诉我 这这么是什么情况 你是他清庚吗 是的 他是我弟弟 怎么了 十三少 你弟弟本事不小啊 刚才说要让你说拾我呢 你打算要怎么收拾我呢 老子怎么会有这傻家老弟 他哪里来的勇气 连十三少也难惹 连星空集团这么大的集团 一夜之间都改换门庭 惹他那不是自寻死路 高德 一个狗日的 给我滚过来 顺哥 我 我不是故意的 给我跪下 给十三少磕头道歉 没想到十三金时今日的身份 竟然到了连哥哥都要服软的地步 真是太恐怖了 十三少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求求您饶了我吧 归我 你还不配 高顺 从现在开始 你被解雇了 带着你的弟弟滚吧 十三少 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知道错了 我马上跟着蠢货断绝关系 那个谁 你过来 十三少 您有什么吩咐呢 从现在起 你就是这家商场的总经理了 总 总经理 十三少 您没开玩笑吧 我从来不开玩笑 等会儿你就去人事部正式报道 太好了太好了 没想到今天终于轮到我山鸡变凤凰了 谢谢老板 我一定会鞠躬尽脆死而后矣 老板就是天 老板就是地 老板的话就是圣旨 老板就是我的命 行了行了 等一下你把他们几个都解决了 从今以后 不准他们再踏入这个商场一步 好的老板 一个蠢货 老子被你害死了 没了这份工作 一大家子都得喝洗北风了 我他妈打死你